感谢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嘉询指数中场也下跌9点桌收好 欢迎后续盘式格局大盘 廖老师一开始简单的用几句话来交代 我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了 我认为越来越逼近 我们所说最后压缩要转喷桌 那个时间点了 所以今天的重点在于我测标上面 现阶段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才可以一定赚得到钱 好那同志朋友 主声段的嘎工喷出 已经到一个压缩的最后一个末端了 尤其下三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间 你应该要想办法挑出最好的股票出来 去布局后面主声段 尤其是端午节向上变盘转折这一波行情 因为假设我把这两条 这个下档的支撑线跟高档的压力线 这个密合的位置 来参考时间波的一个参数 其实真的摆不下几根K线了 那日子指标的K值也已经来到了23.28 每一波来到这个逼近20的位置点 加权指数如果在交易面上面你要开始 积极地进行一个回补手中股票的动作 那多种面向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小智朋友 现阶段唯一的问题应该是在选股方面 尤其我们所说的大规模2000点3000点一个主声段 最重要的问题是一定要选对股票 那才能够赚得到后续这个波段的行情 因此最后 刘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投资朋友 加权指数现在在8000点以上的位阶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可以买了 这种是8000点 现在买股票不是随便设备必要乱买 绝对不是好运的就是钱 运渐到人家 有一些股票 要是说你买错了 很可能类似像周月现长多背离过 宏达电1200块钱的位阶 你套个三年五年是绝对不会解套的哦 所以一定要用对的逻辑对的方法 如果你现在逻辑跟方法都还不正确 还没有找到你自己获利方程式的投资朋友 刘老师就拜托大家 你真的不要急躁 你没有把你的观念改过来之前 你再急都没有用好不好 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说 这三年五年或者是在投资市场里面五年十年 有很多投资朋友每个月都会有投资朋友 像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另外一个刘小姐 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他一两千万的资金赔到只剩下三四百万 这都是他辛苦退休金的积蓄 然后请刘老师帮忙说 有没有办法帮他反败为胜赚回来 我说投资朋友 那这位刘小姐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想办法 趁着这个机会 让刘老师来帮你找到正确的获利方程式 你越快找回你的获利方程式 你就越快的有机会赚到钱反败为胜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我认为 如果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问自己说要买什么股票 他一定是符合刘老师所说 现阶段在八千年以上的选股逻辑未接 一定要符合两低两高的选股逻辑 所以两低就是低基起低风险 同时符合高成长高报酬 这样的股票才有类似像 这是大力光 今天收盘价已经来到991块钱了 我认为三支三喷出 已经来到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危阶 因为量缩已经到极致了 那类似大力光一样 符合两低两高的选股逻辑 他就有机会喷出五成七成一倍 你要想办法 把刘老师教给大家的获利方程式 把他学起来 现在阶段股票 投资朋友已经连续两天 开盘涨停板 尾盘几乎灌到跌停板 已经礼拜一礼拜二两天的时间而已 21% 开涨停连续两天直接杀跌停 所以绝对不是所有股票都能够买了 你一定要组身段里面开大门走大路 刘老师点到为止了 好那这是大力光 这个报线走势从705块喷出到105块钱 短短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浪区一两个礼拜的整理 已经三角形收敛型 你看量缩已经到一个最后倒数计时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刘老师一直跟他报告 昨天陈兴在今天首稳的状况之下 昨天陈兴也已经确认了 好那你现在要想办法去找出 当初符合两低两高选股楼 解雷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还会一口气喷出大涨五成 谁是大力光第二 想办法把他挑出来好不好 那刘老师来帮大家掌握 现阶段我跟大家报告到的 如果你已经错过大力光了 刘老师会看着大力光帮你挑出 一系列幸福系列的股票 今天会跟大家再去追踪 这个全新的投资组合 两到三档的股票 今天已经在盘中一一的 做个强势转折的表态了 好还没开始解盘之前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投资朋友先介绍 唯一的问题应该只剩下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大盘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纠结在这里 因为逻辑要正确啦 刘老师就比较不懂大家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好嘴巴讲红海是看空的 好结果去买红准 看空台积电 好 然后去买联电 好 同志没有这个逻辑到底 这个逻辑是互相违背的嘛 好 重点是选股 那选股方法跟逻辑要正确 不要听市场上面 有一些 从头到尾逻辑分析都已经错误的分析 你怎么可能在接下来这8000点以上的行情 还赚到钱 好 所以刘老师一直跟大家报告 如果 大盘真的有一个控盘的指标 好 那最有可能是哪一个类股吃足群 好 绝对是金融股 好 类似像富邦金 这是礼拜一加权指数 好 台子期货沙盘破8100点的位置 刘老师告诉大家什么 335破底穿头 嘎空一波到底 已经从30.35上攻到44.2 335波 刷下来位置点 已经回挡了0.382了 那这盘式格局 要不要嘎空一波到底 好 今天富邦金 好 连续三根红K 走出了红三兵的一个 嘎空波段起掌的一个走势 好 所谓的红三兵就是 我今天拉一根红K 隔天开盘又开在昨天红K实体的范围 好 第三天又开在昨天红K实体的范围 又拉起来 好 这个都是叫做边右空边嘎空 你当你看到这个日KD波段起掌讯 红三兵边右空边嘎空的波段起掌讯 这些类股质族群 就会真的走嘎空一波到顶的走势 好 所以 同志们如果接下来真的你已经看到 连富邦金刘老师认为都是短期符合 两低两高宣古罗旗 都会有一个短波 噴出成为某这样一个机会 你现在只是要买说 那谁在这里买 你预期的投报率 还会远远胜过富邦金 这样的问题而已 好 大盘 六号师从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报告 周线虽然有一点点震荡回测 甚至于5月31号正所税 那到底会不会在5月31号通过 我们不知道 可是即便震荡 这里都是为了一波主身段 在正所税平反行情之后 好 这个大波段向上主身段的最后右空洗盘的动作 好 果然礼拜一 正所税真的没有过 好 打低下来了 好 加权指数领先开盘重点已经杀到8092点了 可是刘老师有没有告诉大家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已经出现了开盘八法的右空盘 这里是专门修理技术分析 好 所以是两到三个交易日之内 我们就会发动一波嘎空的 向上发动的一个走势 稍微注意一下 开盘八法跟量价 也已经调整到同步了 好 那这个最后压缩你已经看到金融股也已经控盘转折指数 也已经来到了台积电 同志朋友也已经来到即将突破下降压力线的一个位阶 稍微补一点点量能潮 我们所说的那个嘎空段就要正式发动了 好不好 好那刘老师认为 接下来加权指数 那这一波在国际股市的一个变化里面 好 凡克福指数也过了金融海啸高点 稻雄工业指数 NASDA指数 费城半导体昨天还创下波段新高 都已经过了 在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高点 我们加权指数相对应2008年金融海啸的位置点在哪里 在9300再9800 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我想这一个整个波段三角形收敛形态 我为什么跟大家报告是说 是一个2000点到3000点规模以上的行情 最主要是如果加权指数少了 正所税这个压盘的一个因素 同志朋友 你可以看到日本 涨 这一波的一个走势是从8500点左右 一个波段向上 一口气涨了6000点5000点 没有金融管制完完全全自由化的市场是 没有正所税老盘市场是 我想涨就涨5000点6000点 我给你跌也一口气1000点2000点 绝对不会客气 涨跌都是2%3% 跌也是2%3% 你会问刘老师说 为什么跌好为什么跌了2000点是好的 我说投资朋友 人家没有正所税老盘压抑的这个市场 敢涨敢跌活泼度那么高 那不会像加权指数 礼拜二礼拜三死气层层就是跌9点啊 未来少了正所税的影响因素之后 我们也会像日本 我们也会像美国股市一样 好 那刘老师就要跟大家报告说 投资朋友 未来少了正所税的一个老盘因素 我们所说的 这个回到一个没有管制自由经济 然后交易面完全放任自由的一个市场 股票的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活泼了 好那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就在最后倒数 从6月13号到6月27号正所税即将 在临时会通过的这位置点 重点是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在正所税之前提前卡位做一个布局 不要等到利空排除了才买股票 不要等到利多出来才买股票 你相信李老师等到利多出来你买股票 你绝对买在8000 7000 9000以上 你绝对追在今天宏达店的高点 利空好股票找买点 利多反而是你短波可能高级期股票 比较短卖点 一定要掌握这一点的一个因素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梁老师说 这波行情我认为主生丹跟平反行情 在正所税的一个压盘因素排除了之后 这个大主生丹向上的行情即将展开了 重点还是在选股好不好 好投资朋友这一波观念一定要正确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掌握到正确观念的投资朋友 廖师一直跟大家讲 好 来加全指数这个波段走势 我们就讲去年年底 好到今年为止已经涨了1500点 是怎样你要掌握这200点 一千三百点没掌握 为什么不顺着趋势操作 好 所以这一波从头到尾七个月月线七连红行情 一一口气空到现在为止的投资朋友 廖师还是提醒到大家 主生丹的主轴还是嘎空 趁着这最后倒数计的时间点 该把空单补掉的一定要赶快补掉 顺势的去掌握这波多头向上喷出的行情 好不好 重点在选股 涨了1500点 投资朋友 有赚到钱吗 那凭什么接下来还有1500点 涨市你就认为你会赚到钱 好 观念要改 很好做顷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你正确的获利方程式 好不好 刚好利用这波机会 因为行情的变化会比较快了 还没有掌握到获利方程式的投资朋友 让廖师来帮你去掌握 或许这个主身段向上的行情 好 那接下来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这个名单的方向在哪里咧 休息两分钟之后 廖师G8解析 你有多久没来林口了 清新的空气 建设中的未来 看得到的幸福 如今 这里是让人眷恋的度假天堂 如今 这里是更宽阔的幸福局所 如今 这里以美梦成真 林口大不同 人生大进阶 我在新北郡 2602 0099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0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您 好 爸爸 二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二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百勇 好的 我们现场 那廖师说 8000年以上你真的要先从低风险 低基起做出发 那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看盘重点是 这是今天宏达店在营收一口气利多公布 营收月增47% 结果居然开高走低 好 投资朋友 这个是你宣布利多的位置的时刻点 连续7个礼拜不涨了 好 这个反而是当初在利空的位置的时刻点 好 那外资在调降平等的时候 反而大涨 外资开始调高平等 7个礼拜不涨 所以你要再利多买股票 还是利空买股票 好 昨天不是提醒到大家 由于相对转折高基期 他是相对近期的高基期 所以好的猎人要懂得耐心等待 我没有说他要跌 投资朋友 刘老师 如果说 我们不是看过轰达店 我只是希望你的资金 运用的比较有效率 好 如果真的要讲到 谁最关心你手上轰达店 全市场 绝对没有人 比刘老师更关心你的轰达店了 好 我赔你坚持了 美国队长 已经整整9个月 10个月 我是希望说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这样子的问题而已 好不好 好 投资朋友 刘老师简单讲一句话 就是说为什么不会涨 你想想看 假设今年上半年 喔 营收 就算是增47% 那上半年 你左算右算就是赚2块钱啊 那等于下半年要赚13块 才有办法符合15倍本益比 好 15倍本益比还在这个位置喔 结果红达店已经反应一口气反应到18到20倍喔 好 所以现在 法人圈在想什么 我下半年要一口气赚13块钱 才可以支撑现在的红达店 在300块钱左右这个股价 好 下半年要赚上半年的6倍以上 才可以支撑现在的高股价 所以红达店最近在停看听嘛 那刘老师有没有提醒你 那所以暂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两滴选股进场 那有没有提醒你资金不要放在这里 大力光一口气喷出五成啦 差别在这里 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 接下来要选股 类似这张股票叫幸福三号 由于周KD即将从刘老师画三角形的地方 连续9周扣低 所以即将到50中时 黄金交叉向上 它才符合两滴两高选股逻辑 才会成为喷出的猛将嘛 红达店是连续9周扣高 所以 这张个股反而会比红达店更有潜力 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好 这张股票今天传出利空 营收月减6.2% 你认为是利空 结果今天大涨半跟涨停板 你认为利多开高走低半跟跌停板 投资朋友股票市场是买 未来绝对不是买 今天爆章媒体你看到的新闻就变成 不是新闻了 家伙就旧闻了 好不好 你买的是接下来第三季第四季有些大幅度成长爆发性的体材 两滴两高选股逻辑进场 你就有机会买到喷出大涨五成一倍的猛将 买到这款股票就百名去 不要看着包装媒体买股票好不好 那接下来刘老师说 这张股票是大家担心说健保补充费会影响股价表现 它是F开头的股票 没有健保补充费的因素 第一波涨势是这样 接下来主身段要涨1.618倍 那我们已经看到大力光 我在说鸿海刹到75.575.6已经落底了 但是要反复扩底 那我说鸿海看到指数的落底的位置点 上游供应链股票一定会率先喷出大涨 对不对 那大力光是喷出大涨了 所以鸿海的空间波已经落底了 只是时间波还没有起涨 鸿海上游 苹果供应链股票一定会领先 类似大力光一样喷出大涨 投资朋友这一档也是 继大力光之后另外一档 苹果上游的供应链指标 接下来有接下三角形收敛形态压缩之后 喷出大涨一倍 我认为接下来全新 我会 你不用担心刘老师带新进的会员朋友 还去帮旧的会员朋友抬轿 我这一批帮他挑出来的组合 一定是全新2D2高的投资组合 让新进的会员朋友做一个进场布局的动作 希望你可以跟着刘老师的会员朋友一样 好去掌握 比如说 这样的股票叫幸福二号 昨天已经喷出一根涨停板了 只要符合2D2高的选股逻辑 大盘是连续两天不涨了 那刘老师说只要符合2D2高的选股逻辑 就会喷出成为猛将 今天连续第二根涨停板了 好那 真的 重点在进场选股的逻辑 跟如果幸福二号幸福三号 可以跟接下来大盘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王概念股 大力光做一个结合 他就绝对成为百名的去 有机会成为易隆殿第二 有机会成为金浩科第二 喷出的猛将好不好 好的 这边接下来还有几档重要看板指标股 类似台积电 日KD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 昨天在31 今天已经拉高到37 确定波段买信已经出现了 看着台湾之光 你绝对可以买到比台积电涨势多 2倍3倍以上的猛将股 方向在哪里 准备好你的名单 你先要把你最强的主战斗手 把它挑出来了 好不好 那再来 这是联发科 那昨天 刘老师跟大家报告到说 上调的机会已经大增了 那你要想办法寻求一个利空的位置点 类似幸福三号 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因为今天 已经有人符合刘老师的看法 认为 接下来在中国平板电脑一个市战 今年10%的市战 明年会上调到50% 所以 我认为 联发科在平板晶片的出货 1500万颗 绝对是远远低估 那你要找到一个利空 可以去切入进场 你布局这个机会 好不好 同时 昨天跟大家报告 投资朋友 接下来盘事格局在8000年以上 你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股票 找出 会跟着大力光 尤其他已经到三角形 倒数计时即将 成为另外一个波段 那 业绩爆发的一个主轴 一定会领先 现在是六月份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你六月买股票 要买第三季 第四季 谁在第三 第四季的业绩爆发 要开始提前 大概一个多月领先市场 最后进场布局的动作了 好 那我们如果看到大力光 会在证所 天闲取消之前 就率先喷出 变成一个主身段 领盘重要的股票 好 那大力光 相关概念的股票 绝对也有机会 比大力光一样 联发特展三成 金豪科要喷出大涨一倍 好 你看到大力光 大力光相关类股次数股票 也有机会成为盘面当中 好 从八千点这个位置点 符合两低两高血股 以及照样喷出五成一倍的股票 好不好 那总之 主轴 全新的 投资组合 那刘老师都已经妈妈跳出来了 好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这一波行情 不太来得及 帮大家 好 每天按照刘老师跟你 所谓的 五浪加KD背离 喷出两根掌停板 两低两高悬股 喷出五成一倍 这样的 技术面方面 一个切入的动作 刘老师没有办法 天天跟大家及时做报告 好 我担心 等你 看到刘老师开牌的时间点 这些股票都拉开两成三成以上 好 这个成本 会差得越来越大 如果您认同刘老师的理念 好 我认为 全新幸福系列的这一批股票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好不好 时间关系 今天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 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 广告中电话 麻烦大家多加利用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在看我吗 你在看我吗 你还在看我吗 用眼过度了 儿童越早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 两岁以下儿童 避免观看萤幕 大于两岁儿童 每日不超过一到两小时 增加户外活动 亲子共同预防近视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梦想清单 江汇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长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和汤 竹尾捷运战前 水岸第一排 原力水济园 我是江慧 我在水济园 预防H7N9流感 出国前往病例发生地区 不碰住禽鸟 肉蛋煮熟最安全 记得勤洗手 咳嗽 请戴上口罩 入境若发烧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 反国十日内身体不适 请紧速就医 并告知旅游史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关心您 这里 不只是物流公司 引进ICT技术 掌握服务时效 用科学